直升机空拍镜头捕捉到滚烫岩浆涌现地表 高温浓烟不断冒出 熔岩缓慢向外扩张 宛如在地球表面留下一道巨大伤口 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 从去年12月开始连续第六次火山喷发 当地渔业重镇格林达维克首当其冲 不过由于喷发频繁 当地早就已经撤离 4000名住户 反而是前来造访这名景点蓝色蟹湖的游客 旅程被迫中断 美国一名53岁的爸爸 带17岁女儿来冰岛庆生 没想到就遇到火山爆发 仅花10分钟就从饭店进行疏散 还有游客泡温泉到一半 直接被工作人员赶走 要求赶快撤离 游客渔记游存 不过这次喷发并未影响航班起降 当地重要发电厂也因为岩浆流向偏北 没有受到威胁 专家指出 休眠800年的地质系统苏醒后 雷克亚内斯半岛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内 都将面临火山反复喷发的情况 也成为拥有40万人口的冰岛未来必须克服的棘手难题 三连新闻新闻报道 中文字幕 者 杜典 孟一 мощ